今天我们来到这家冰室午餐 之所以来这家冰室 并不是因为那个餐点特别好吃或者特别便宜 是因为来到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那种情怀就是对于老香港 一种撕裂和回忆 讲起香港的饮食文化 大多数人会想到去饮茶或者去茶餐厅 其实冰室也都是早期香港人去饮茶的重要地方 现在的冰室和以前大不相同 现在只可以称为茶餐厅 鸿鸯是不同色的 这个是鸿鸯的杯 奶茶一夜爆裤 好啊好啊好啊 奶茶 好啊好啊 在哪里喝啊你啊 这家做什么名字啊 啊啊啊 庆室啊 这个冰室啊 哦是啊 这个拿开 先拿开这个 喝酒吧 冰室兴起大约在20世纪初 早期冰室的顾客多数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白岭 他们需要一个墨价炼热的下午茶地方 这就成为冰室发展的前提 这个好啊,这个是大金 这个是大鸡 这个是黄包 这个是黄包 其他的就是烧米和虾油 那个是长洲 对,长洲是黄包 这个是意粉 这个是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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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盆粉 对 有多士 这两个都看得到 有盆 对 对 这个是批准的 哈哈 那就拍了这个 这位 对啊,这个要多士拜 哈哈 这个是成家来的 对啊 今天我带他来这个 吃一吃一吃 看一看 其实吃菜 阿哥 快点吃菜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鸡蛋 这有牛腩面 这很漂亮 哇,这个牛腩面 哇,这个牛腩面 由于冰室和餐厅的牌子不同 所以所买的食物也大有分别 冰室秉承了咸茶文化 相对食物比较简单 多数语是点心、小鞋 如三文治、多士、奶茶、鸳鸯 这些是冰室,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由于冰室的餐食不够丰富 不可以满足客人的要求 正式的原因,所以冰室就由兴昂 转为衰退 时至今日,原来的老冰室已所静无几 有很多已经倒闭,或者转型为茶餐厅 能够压力不倒的冰室 仅是多得街坊的鼎吏支持 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港式咸茶文化 如果你喜欢我今期的介绍,请订阅赞好 我们下期再见